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胡锦涛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上呈良好发展势头 双方正在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能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取得如此成绩 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都能从战略高度以全局眼光看待和处理彼此关系 都能把着力点放在加强对话扩大合作上 都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 处理好各种敏感问题和彼此关切 希望这些做法能够得到保持和发扬 胡锦涛指出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美拥有更加广阔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方跟同美方一道抓住金玉深化合作 推动两个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胡锦涛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提出重要意见 一 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 中方期待着奥巴马总统今年10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二 做好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续工作 同时推动两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 和经贸 反恐 防扩散 执法 能源 环境等双边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三 深化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努力推动潮河 伊朗河 南亚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解决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 全球核安全 以及传染性疾病防治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四 加强人文交流 夯实两国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胡锦涛强调 台湾 涉藏 涉疆等问题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牵动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我们重视美方多次重申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赞赏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 反对西藏独立的立场 希望美方理解和尊重中方在涉藏问题上的关切 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一起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组织的 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希望美方理解和支持中方为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维护国家统一 维护社会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不允许东突分裂势力利用美国领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奥巴马表示 美方致力于同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 并使其富有活力 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对美国十分重要 他期待着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希望通过此访 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各方面 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 奥巴马表示 扩大美中两国人文教育